Hanen在新西蘭經營酒店多年 定居多倫多初期 她也考察過老本行 我又看了一下 那種像Motel Hotels 加拿大的Business類型 它是挺大的 就是Size整個 它和米瑞蘭不一樣 它有季節性 Hanen做過好幾份工作 一次在幫朋友的孩子 申請學校的過程中 偶然為自己申請到了 學生服務主管的工作 期間Hanen有了 她自己開辦學校的想法 2012年 她正式成立一家私立高中 在學校裡我突然間覺得 我喜歡這份工作 因為我小的時候 就成了一名老師 是好像是我的一個理想 所以我現在覺得 我很喜歡我的工作 是覺得我很享受這份工作 是我陪伴他們的成長 實際上給了我一個 不同的高中時代